周一長談,我們第二段回來和大家見面 我們第一段和大家介紹的就是我的健康、我的社區問卷調查 到目前為止,我們華人社區對這方面的資訊和反應都比較未盡理想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亦透過捐熱行政總監來推動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將你的看法提供給我們的衛生單位 讓他們做出來預防這方面的問題和治療這方面的問題 能夠更貼切我們社區的需要 我們社區的需要事實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中橋有集40年的經驗在這方面的書 事實上也似乎早些時候已經針對社會的疏離和如何 大家去組織 早年我們希望大家新移民而組織 整個主流社會 現在實際上是比較細部的 就是生活上的組織 你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知道你有一個活動叫做 《留在家更好》 是的,我想很多父母的兒女大學不在業還不肯搬出去的話 你說他們就不太同意了 好,你跟我們介紹一下《留在家更好》的程式 《留在家更好》是叫做《Better at Home》 英文是《Better at Home》 《留在家更好的設施》 是由我們的衛生局資助由《United Way》 它的設施是讓一些有需要 不需要老人家單獨居住 無論是單獨居住 或是需要人幫助 但又不需要去一個護老院 或是一個老人院 他其實可以在家居住 如果他能夠給他一點資源 或是幫助他們掃雪 像現在下雪掃雪 幫助他們做一些家居輕便的服務 幫助他們吸塵 或是拿垃圾出去 或是他們要洗衣服 或是要幫助他們去買菜 或是一個伴侶 幫助他們聊天 友善的訪問 大家一起逛逛街 或者幫助他們去医療 或是看醫生 這是一個輕便的家居服務 我知道省政府在這方面也有社交工作人員 跟中橋這方面是屬於不同領域還是怎樣分工 Better at Home 劉在家更好服務是由United Way主辦的 United Way選擇每個區域都會選擇一個機構給老人家 如果需要的服務可以上網看看United Way的網址 查詢Better at Home 劉在家居更好 Better at Home 劉在家居會說明你在哪個社區 你應該查詢哪個電話 他們服務的機構會和你的親戚或老人家聯絡 他們會派人去鑑證 你究竟需要什麼服務 或者什麼服務是給你最貼切的 他們從而做一些調查 然後給你這些服務 所以中橋的角色也就是 這些服務透過中橋比較深入社區 讓大家知道有這個服務 沒錯 不是中橋是主理所有的Better at Home 因為每一個社區都有每一個機構做主辦的單位 但是我們中橋希望能夠將這個服務的設施 是介紹給我們華裔人士 因為很多時候華裔人士 因為或者他們言語方面 或者他們不懂英文 所以他們就不知道是有一種服務 我們中橋的角色就是希望他們能夠知道 這種免費或者有少少收費的服務 都可以幫助他們留在家中 這樣是安享萬年的 你剛才提到少少的費用 沒錯 這個費用是屬於醫療醫療醫療的 會抵抗 好像現在遇到省政府 我知道有些老人家 需要由省政府派人去社交工作 替他們洗身 你剛才提到的服務 似乎他們教他們吃藥 第二 這個是否要遮蓋的 這個與省政府的家居服務有少少不同 因為省政府的家居服務 是一個家居支援支援支援 而這個家居服務 就是留在家中更好的服務 是不健康的 因為他們不想過分這服務 譬如是伴侶 貨品購買 助他們去醫療醫療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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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沒錯 或是幫助他們放桌碟 在各個餐桌 幫助他們能夠吃午餐 或者吃晚餐 或者跟他們去散步 所以跟健康有少許 我了解了 省政府是跟醫療有關的 你提到留在家中更好的 是生活上的衣食住行的細節 是的 沒錯 這樣我了解 我也非常感謝君妮跟我們解釋 讓我們大家了解這方面 除了留在家中更好 我知道在照顧老人家的時候 也要有另一句口號 就是一定要出去逛逛 不要經常坐在家中 那你那方面的項目 你們有沒有一些項目可以介紹 因為我覺得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甲心餅這一代 甲心餅這一代 他們每個都疲於奔面 要下一代帶他們去看學棋 要去打學棋 或者要練空手道 但是老人家他們也要照顧 尤其是我們這一代 都不是兄弟姊妹很多 有少少的人也有 所以帶他們出去 讓他們做一些社交生活 這方面的服務有沒有 我們其實有 譬如我們老人家的日託 就是甲心餅 我們這種服務設施 其實是很需要的 因為你剛才也說到 我們這一代好像一個甲心餅 因為我們上一代和下一代 我們都要兼顧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有很多未退休的人士 還要上班 但是工作和家庭的需要 都要是很合併的 所以我們的老人家日託 其實對老人家也好 因為老人家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做朋友 去到日託可以多一些幾個朋友 又知道一些新的知識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 又讀報紙 又去打球 即是我們內地的打球服務 我知道很多互相在學 用iPad電腦 對 沒錯 其實這種服務是很開心的 因為有時候溝通方面比較容易 因為大家年紀差不多 在老人家日託 大家又差不多年紀 以你這麼多年 尤其是你本身的專業 是社區駕區狐狸 你有什麼建議 給子女 如何圈伏父母 去走出這一步 因為很多年紀大的人 都會抗拒 即是覺得我沒有用 你可否丟掉我出去 你覺得有這方面的障礙 你給我們什麼建議 我們如何去克服 其實BC你說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真的問題 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都有身歷其境 因為我媽媽都八十多歲 但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子女 我們是由中國文化來講 一向是養兒防老 我媽媽的思想就是 我養大你 你要照顧我 這是一個期望 即是我個人 但很多時候 這個框框令到下一代很難接受 因為我們在加拿大生活 無論是我們有三代同堂 或者是兩代都是這樣 而且接受了之後都很辛苦 是的 沒錯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有長時間跟他們 或者是溝通一些 或者帶他們去看 其他老人家的活動 其實不是那麼慘 但是他們是可以結交的朋友 不能長得自己 是一個做成一個對下一代的包袱 即是我們要 分擔你的依賴 不要只是依賴之類 其實有很多其他社會的資源 沒錯 意思是因為 朋友 因為你就算老了 未必一定是沒有朋友 你可以發展新的朋友 我們要活得更精彩 活得更健康 這句話我很喜歡 其實我們的重點就是 現在老人家或者新移民 對於與社會之間的隔閡 會很容易造成我們身心健康的障礙 今天衛生廳 我們的沿岸衛生局 非洲衛生局和UBC的E-Health 已經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而且不但重視這個問題的普遍性 甚至對於華人社區這方面 更特別重視 所以我再要重複一個 五萬份問卷 希望有八千份是華人提出來的 現在到目前為止 大半年了 我們只有二百八十份 這是對於我們自己來說 我們放棄了這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了解我們 我們能夠提高提升 對我們的服務的一次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 我請Queenie跟我們再一次呼籲 我希望大家 我們華裔的朋友 因為這個問卷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這個問卷的內容 是包括我們不論是我們個人的生活 和我們社區環境的設施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放棄了這個機會 主流社會對於我們華人需要 是會忽略的 所以我希望呼籲一下大家 希望你能夠去參與這個問卷 因為大約15至20分鐘就可以完成 我完成了 你有沒有完成 還有你除了上網 在www.myhealthmycommunity.org 去做 任何老人家或者老人家的子女 你進去中協任何辦公室 你可以告訴他們 我想填這份卷 他們會幫你看的 我們今天結束一場談 到這次為止 多謝Queenie 也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林北街BC Lee 下星期再見 拜拜